哈喽大家好,我是Brandon Goh 我是Peggy Mock 欢迎来到Brandon Goh Property 今天我们来讨论什么是杠杆 Leverage 如果一讲到房产,很多人都讲杠杆嘛 你看很多Guru也在教 怎样用别人的时间跟别人的钱 去做投资 这些都叫杠杆 正所谓借力、死力、不费力 人生才会越来越美丽 开个小玩笑 OK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会讨论更深层的意义 跟它这个原理是怎样来的 我们来一一分析和解剖看看 我们用的第一个标题来讨论杠杆 是收入 如果我要把收入把它变成一个数学题 一个方程式 它应该会长这个样子 收入等于 rate times hour rate是什么呢? 一个小时时薪是多少 大概比如有些人二十块一个小时 有些人六十块一个小时 然后 hour 就是你工作几个小时哦 你今天如果想 以这样子的一个方程式 你想赚多点钱 你应该要怎样做? 是不是做工作久一点? 做久 是要做久哦 更努力的去工作 有些人做八个小时 你做十六个小时 OK哦 对,不然就是 加薪 对,你的实行要变高 有一些人 他想要把实行提升嘛 这样最直接的方式 通常是怎样? 是不是去拿文凭啊? 嗯 有些去考MBA 有些去考PhD 所以等下薪水可以高一点哦 but这些都是employee的mindset ok?也就是讲 其实你都在用时间来换金钱 不是讲它一定不好 but我们要用这个角度去讨论杠杆 生意人的思维呢 他的收入的那个方程式 会长成这样子 他的收入等于 Hour times rate 再times leverage 他的实行 跟他工作的小时 再成为一个杠杆 为什么? 那你看啊 我不只是自己一个小时工作多少钱 我花多少个小时 可是我还成为 我可以杠杆多少个员工的时间 对不对? 你想一下 作为一个生意人 你有的是员工 你有的是系统 然后你在用这个事情 你员工的时间 全部在帮你赚钱 所以你的收入是大大提升的 并不是好像 第一个方程式 你是要把你工作时间变长 跟你私心变高 才能赚更多钱 我借用J Paul Gally 讲过了一句话 他讲 我宁愿有100个人1%的 effort 我也不要有从我自己一个人的100% 因为他懂杠杆的原理 J Paul Gally 是1957年有登上过杂志 被誉为当时还在活着最有钱的美国人 你看有什么大机构是一个员工 没有 OK 都是因为他们杠杆 大家的能力跟时间 才做到大 那么如果我们看投资者的话 就是hour type trade 也是leverage but它的杠杆是在金钱 它是用钱去赚钱 它就在杠杆着 那么我们在投资股票也好 房产我们去贷款也好 这些都是一种杠杆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主要分享的事情是 不是employee mindset 你就做不到东西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employee杠杆 我们看回这个方程式 我们把hour times rate 再times leverage but在一个普通人 你只是一直在打工一直在打工的话 你的杠杆的那个数字是乘以1 也就等于不变 因为你实行乘以小时再乘以1 也是一样的 你要怎样把这个1变成1.2 1.5 总之是比1更高 让你的收入更大 其实很简单 你看我们最近 有交易到那么多property 谁比较容易接到 打工主还是做生意 打工主 对 做生意的 其实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很多银行把它看成 生意人风险更大 他反而不大愿意接给生意人 甚至有一些只是接到70% 大多数银行 反而打工主 如果你给他看到你有稳定的收入 你有公寄金 EBF首售 银行看到这些都符合的时候 他更容易接到你贷款 也就是这样 今天如果单单讲房产而言 如果你是打工的话 你更能杠杆到这个东西 很多人不明白的道理是 我买房产 是一种负担 是一种让我亏钱跟有负债的东西 其实想整一点 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讲过 钱怎样来 为什么钱会越来越贬值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里去看 只要有一天政府一直印钱 我们生活周遭的全部东西都不可能越变越偏移 那就包括房产 最主要就是 当你在打工的时候 你存的一直都是钱 用时间换取钱 然后你没有再进一步 把这个钱变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简单来讲 就是刚刚那个房产是 你没有做到杠杆 如果你杠杆到 以你employee身份 去借到贷款 用别人的时间 别人的金钱去买的话 先不讲收租那一边的货益 对你的现金流有什么帮助 以后我们会再做一个影片来讲 我简单单做杠杆 今天你的收入的那个突破点 就是这一个 剩下真正要思考的就是 不是每一个房产都赚钱 不是每一个投资都赚钱 也就是讲 是需要做功课 跟需要有眼光 胆量 来看那个房产 会不会真正给你赚到钱而已 OK 就好像什么平台 什么东西都一样 什么市场 什么平台 那个市场的平台不是坏的 坏的也是里面的人 或者里面的某些产品 我们要会看就好了 所以 今天 希望有跟大家解释到 杠杆这个原理是怎样来的 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分享 tag你的朋友 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类似的影片去 分享这些知识 还有我们的团队已经设立了 这个community叫做 smart buyer community 你可以点击链接 参加我们的private group 里面我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啊 我做一些video啊 还有一些event呢 只是专属for group里面的人 而不是for外面的人的 里面我会更大胆的写一些东西啦 因为大众public不方便写这样多啊嘛 ok but我也很silly的去讲 这马来西亚五到十年会发生什么事 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啦 ok so今天影片到此为止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